来关心地方一文消息 结案相公所举办的2020吉野讲堂 地方创生交流论坛 日前最后的第五场 邀请到了国立嘉义大学 景观学系的讲师和花莲文化局长 以地方学与发展脉络为主轴 讨论嘉义与花莲 是如何透过历史景观 来寻找新的地方发展奇迹 2020吉野讲堂 地方创生交流论坛 日前来到最后一场 讨论地方学与发展脉络 邀请到国立嘉义大学景观学系讲师江洪奇 和花莲文化局长吴敬毅 分别重进阀之后 没了老本的地方如何再创生机 以及花莲想象的生与死 一张未尽的治理蓝图 两个主题来讨论 在地方的创生跟地方学里面 只有认识自己了解地方 才能够创造地方的大产业大创意 所以今天谢谢我们的吴敬毅局长 跟我们的江洪毅老师 来带来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脉络 从景观学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各地方的创意跟执行 尤其从我们东部地区延伸到西部的这样的一个产值 我们能够让吉安发光发亮 让我们成为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的一个方圆的一个地方的亮点 我们相信只有了解自己地方的产学才有办法创造大的效益 最后一场论坛 邀请到府上任花莲文化局长的吴敬毅 从吉安的过去历史做切入 地方在想未来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用愿景式的方式来谈 而是我们希望哪一个年龄层或者是哪一个族群 比如说你要设定的是年轻人要回来 或者是什么样的议题 它都是你的目标族群是清晰的前提之下 我们来谈在未来的愿景里头 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族群能够在吉安乡里头 不管是移回来或者是这个族群在吉安乡的生活 是获得了全方位的支持 那这是地方创生谈的角度跟地方学的角度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希望透过我的一些分享 能够让吉安乡的各界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怎么样走向下一步 其半借由思考怎样的他山经验 可以对地方的现状与议题有所帮助 在没有一定标准流程的前提下 如何透过经验交流带给地方更多可能的想象 吸引更多族群以及振兴地方发展 接着蒋邦彦节安乡报导